哈喽大家好我是透明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灾难电影海云台 在面对灾难时有的人为爱放弃了一切 而有的人为了活着放弃了人性 这部电影也是比较直观的展现了对人性的刻画 故事开始一场海难事故导致了女主丧父 而当时在船上的傅根受其父之托 希望能够替他照顾好女儿 就这样傅根挑起了这个担子 生活中总是处处照顾女主小美 不管是帮忙拿食材还是生育不好的时候捧场 傅根总是默默无闻的做小美背后的男人 傅根无声的表白也是路人皆知 但让人尴尬的是 爱喝酒的傅根喝饮料送了个儿子 成为了一名单亲父亲 这是他嗜酒的坏毛病 让他在酒疯子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过善良的小美并没有抗拒的意思 每每总是答应了和傅根的约会 或许这就是市井小明的生活人事的百态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小美父亲的托付 但是同样在船上的阿浪只能干顿眼 捡回小美的阿浪也悟出了人生的信条 蹭吃蹭喝 真做有创业的啃老无业游民 除了每天浑浑饿的过日子 基本上就没啥作为 而韩式泡菜剧的标配 那就是青蛙遇见公主 老十八家的救生员阿呆一次偶遇 救下了意外落水的千金小姐芽妹 阴差阳错这个在海云台度假的富家女 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于是他猛烈的向阿呆发起了求爱攻势 两人也迅速陷入了爱情的包围圈 不过这时总有自称高富帅沙马特的男子杀出来 在他的淫威之下 阿呆的自尊遭到了打击 一个穷小子怎么高攀的起富家女 爱情来的也快 去的也快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有好的结果 地质学家大光就有一段破裂的婚姻 因为一个旅游项目前妻阿花带着女儿来到了海云台 不过两人见面也仅仅是为了孩子 即便如此大光还是有些凄凉 女儿都好几岁了 居然都不知道自己就是她的父亲 所以感情这东西扎着心来 那叫一个狠 故事前半段描述了生活在海云台的云云众生 他们平凡的生活或者不平凡的爱情 而这时即将到来的海啸撕毁着他们的生活 终于鼓起勇气表白的富根却意外遭剧 阿兰见心仪的姑娘要被抢走 便告诉了小美富根犯下了错 当年在船上由于富根的失误导致了其父被困 老夫妻的遇难富根也有脱不了的干系 晚去富根的小美也准备离开这个让她温暖 让她伤心的港湾 然而就在这时 地震引发的海啸向海云台袭来 拉翔的警报预示着死亡的逼近 大批群众试图逃生 但来的迅猛的海啸并没有给群众太多的机会 在猛烈的海啸袭击下小城瞬间被海水吞没 大陪群众在海啸中丧生 而脚先躲过的一行人则奋力求生 期间不过一切拯救小美的富根得到了原谅 而迟来的爱情让他们在灾难中心细的更紧 失衡遍延的水面让灾害越发的惨烈 而阿浪在大桥的遭遇则将故事推向了高潮 惊涛骇浪扑面而来 震慑人心的海啸瞬间将他们吞噬 然而在主角光环的加持下阿浪就是死不了 先是大浪后活了下来 然后再是断裂了懒神与其擦肩 更不可思议的是那些从货轮上掉落的集装箱 砸了七八个下来就是没碰到阿浪半根毫毛 而且大难不死了阿浪竟然作死点起了烟 不久还把火扔到了油罐附近 但是阿浪还是没有把自己浪死 让人尴尬的是海啸过后阿浪的母亲遇难了 仅仅是为了替阿浪买双皮鞋去面试工作 错过了离开的班车 或许这份代价来的太过于沉重 太过于扎心了 不仅如此在海啸来临时 更多让人感人的故事也在上演 阿大为了挽救他人的性命牺牲了自己 而大光破损的家庭在海啸中团聚 在海啸面前曾经的夫妻给孩子留下了最后的希望和最后的爱 而他们面对的则是无情的海啸 故事的最后活下来的人们打扫着海啸留下的废墟 在大灾后人们更加坚定去守护他们的挚爱 灾难的发生则将生活的意义提到了新的高度 看似平淡的爱情亲情友情 在灾难面前才越发的宝贵 一部还不错的灾难片推荐给大家 如果海啸来临话说你想救谁或是保护谁呢 欢迎小伙伴点赞留言评论分享 我是豆米 每几分钟带你看电影或是最新电影资讯 关注订阅我即可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